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呀 尤其这个软件行业 知道吧 很多都在裁员 我当这个大林程序 找工作太难了 真的 我一想起来 真的呀 我这一想起来 我摆着都是累呀 还在工作 怎么这么难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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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51岁失业了 以前上班呢 天天盼着星期天 现在不用盼了 天天都是星期天 平时赚到了钱呢 星期天才能放松一下 没有钱 天天都是星期天 你也开心不起来 好久没拍视频了 但是最近很多人说 武汉的房价要涨 我感觉就有点扯了 虽然说政策上的刺激啊 楼市确实是活跃了起来 但是房价还是处于下行的 后股的成见 在后股的表现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价格只能说是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自己搞自己的事情 都干得出来 后股的新盘 注定是卖不起价格了 汉口内环的江城府 价格从3.5砍到2.5 才精装修 说明不管环线有多好 超高层的房价 肯定是一天比一天拉胯 现在聪明的开发商 都在以价换量 类似于光谷的万科 周边2万多 在差什么都不比别人差的情况下 我估计是1.8 1.9开盘 因为下半年到年底的财务报表 是没有哪个开发商不在乎的 那些说房价下跌我就买的呀 说打三则四则我一定买的 说实话就算真的打了三四则 你也不一定会买 就说我们武汉现在的房价吧 基本上都是降了30%的吧 买房的人的数量 因为降价变多了吗 答案是没有 因为房地产的市场 它越是低迷越是降价 就越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的原因 非常的简单 人性不就是如此吗 人都是买涨不买跌的 尤其是对于房地产 这种大众的不动产 更是如此 当房价一旦开始下跌的时候 很多人不是没有买房的需求 只是他觉得房价还会继续下降 如果你降到了50% 它有可能的预期会是70% 如果你降到了70% 那它就更直接了 我不买了 因为他会觉得 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 房子未来根本就不值钱 后面直接白送 像武汉这种新一线 或者一线城市的房价 真的跌到了两三千 或者白菜价的时候 买了房的人 更是会选择断供 银行会出现大量的坏账死账 那个时候不止房地产低迷了 所有的人都会很低迷 谁的爱 在 我低管 遭夜了 两步一个储主 三步一个转让 一条街出了管门就是倒闭 现在的剩意太难干了 不是一甲两甲剩意不好 是大的环境都不好 实体店管闭钞就要来了 主要是贸然如常的 新手小白太多了 尤其是一些水果店 零食店 小尺类的产银店和团购店 今年集中在9月份 4月份 命年集中在3月份 4月份 老铁们 你们8月份做了多少钱呢 这个月马上过去了 今天是9月24号 距离中秋国庆 还有几天时间 我统计了一下 8月份 一共做了 3万3 比7月份 都做了2000多 不错了 努力啊 没有白费 至少还交得起房租 9月呢 我觉得能活着就不容易了 做多做少啊 我也不焦虑了 本身我也没多大出息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凡是经常看我的都知道 我会吐槽 实体的现状 就因为我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实话 总有一些人 总有一些杠筋喷我 说我负能量 我就说 今年实体就是难 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我认可的那些人 我都怀疑他们自欺欺人 生意真的那么好吗 深圳的情况现在真的很糟糕 虽然口罩疫情已经过去了 据说今天有几百万的人来到深圳 现在深圳地铁非常的急 人财市场呀 快捷酒店呀被挤满了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繁荣 身边的大厂都在裁员 小公司纷纷的倒闭 工资也下降了 深圳的抽牌竟然竞价两个月 超低于两万 连滴滴四季的生意都很难做 很多人的失业了 但是每个月的房贷 抽贷 少许房 刚毕业的大学生 因为工作太难找 感觉到很迷茫 深圳的新房卖不动 二水房市场也不是很乐观 因为有钱人把钱 乘在银行里面不消费 没有真正有消费的人 却没有钱 现在市场竞争非常的内卷 真的非常不好 你不想既然口罩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现在还非这样呢 你知道吗 现在的深圳 假装上班的人越来越多 一批批失业的人 涌入图书馆和书店 一待就是一整天 还有些人带着笔记本电脑 在星巴克 麦当劳点一杯咖啡饮料 从早上十点做到晚上六点 每天早出晚归 看似光鲜安逸 实际却焦虑彷徨 压力很大 不敢跟家人坦白 一位在深圳的资深HR说 以前发布招聘信息 收到的简历 从来不会超过十份 但是今年同样的职位 开出的薪水 甚至还不如往年 收到的简历却高达一 两百份 可见现在的竞争激烈 到了什么程度 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失业下岗的人将会更多 流水县的工人翻译 原画师 设计师 律师等等 都成了高位职业 一边是延迟到65岁退休的体力 一边是已经超过了20%的青年失业率 压力不可谓不大 以前失业了 可以去跑往约车 送外卖 如今也是僧多周少 父母那一辈失业了 可以回家种地 而现在的我们 有着车贷房贷 不敢让自己停下来 或者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资格 在深圳除了免费的空气 衣室住行 样样都要花钱 一边是大城市的繁华 一边是城中村的心酸 只有不断学习 积蓄能量 以积极心态去拥抱变化 才能在这座城市扎根发芽 加油吧 深圳打工人 我要克制 不要说破 今天的话题是失业 说几个画面 第一中年备菜 失业不敢和家人说 每天造场出门 假装去上班 结果其实是 窝在星巴克里 不点咖啡窝一天 第二 网约车司机 外卖小哥的数量猛增 夺地纷纷发布饱和预警 失业了 我就去跑网约车 和送外卖 已经成为了一句笑话 连外卖都轮不到了 第三 2023年的国考 上岸率堪比考清华北大 事业编制 国有企业 这个曾经的铁饭碗 重新成为人才 趋之若鹜的殿堂 内卷的镜头 是卷进体制内 昨日那场 两千多万人 国企下岗草 还历历在目 今日又纷纷地 卷了回去